11月27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理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 该市自27日14时起,已全面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现在在那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来这以后也是非常有秩序的 看出我们的整个检测流程都非常有秩序,物资也很充足 记者在满洲理事体育馆和老干部门球馆检测点看到 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按照流程登记市民的个人信息 为市民依序采集烟尸子,等候检测的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有序排队 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满洲理事部分处于中丰县区域封闭小区的居民 将在单独安排的指定点进行检测 咱们这个医务人员啊,还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 组织的都非常好,事先也都给我们打个电话 工作人员就效果特别快,因为打给我们老百姓的时间 大家一起看这疫情,满洲理加油 同日,记者从呼伦贝尔市扎来诺尔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 该区将与满洲理事同步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据了解,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主要是为了有效确保第一轮筛查没有遗漏 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 为早康复赢得时间防止疫情传播扩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we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